大家好 欢迎来到中华真智慧大讲堂 上一讲我们提到 达摩希莱无一字 全凭心意下功夫 下来有的同学问我 全凭心意下功夫 怎么个下功夫法 实际上他问到的一个问题 是我们真智慧学 智慧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那么今天我们将借助佛家的 有一部《愣言经》里面的 《观义八识》 我们进行一些闪识 实际自古道经 圣者们一致在研究这个课题 智者们也在关注着这个话题 那么他们都进行了一些周密的研究 我们人和动物的一个重要区别 就在于我们人有思想 我们人会思考 我们人有智慧 但是智慧呢 它有一个规律 它有一个自己的规律 我们要掌握这个规律 所以古人说的好 要在起心动念处下功夫 那么我们要知道 我们起的什么心 动的什么念 当然今天呢 我们看到了 这个社会上也普遍地在提到 智商 情商这样的话题 那实际上提到的智商 就对应着 我们所说的心意识 这个佛家讲的心意识 这三个层面的意识这个层面 这个智呢 中国的智字 注意它上面是一个知识的知 下面是个日 那么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所以在老子的经典里面这样说 为智者日增 为道者日损 损之又损 以至于无为 那么这个为智者日增 因为我们的知识 是一天天积累成的 所以我们通过学习 通过实践 验证了很多知识 这个会变成我们的智 所以为智者日增 我们要不停地学习 那么只有学习 我们才能够真正地获得 真知灼见 我们才能真正地有思想 这个会字啊 就跟智字是不一样的一个字 如果它两个意思是一样的 古人没有必要 再创造一个字 所以我们看这个会字啊 很有点特点 它是有心的 智字呢 是没心的 这个会字呢 上面两个丰收的丰 下面一个大雪的雪 雪的下面那个部分 下面一个心 那么这个会字是啥意思呢 我们说用其光 富归其明 所以在古代人讲明光 明光是一个什么光呢 所以在佛家讲 活泼泼 圆脱脱 光灿灿 光而不要 老子说光而不要 它不是刺眼的太阳光 是明光 这个明光呢 古人没有办法来形容 所以就给大家指示 晚上或者晚上天黑的时候 没有月亮 没有星星的时候 但是雪地引出来的光 那个光不刺眼 它就是明光 所以我们这个会字啊 这个雪的这个下一个部分 实际代表着一种明光 那么你心明白了没有 明白雪是白的 所以是明白了没有 我们经常不加思考的 就说明白了 实际这个明 你明了没有 如果你体内没有光 如果我们前面提到 我们的灵光不够圆满 灵光不够充足 你就明不了 所以是我们这些古人的智慧啊 我们要贯穿起来 融会贯通起来看 它是大智慧 真智慧 不是我们简单说 我明白 不能轻易地说这个话 明白了就是说 你真明白了 那就照见了 我们就要照见五隐皆空 心经里的话 你如果没有明 你白不了 那么你就不能照见五隐皆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